多次重生 我们的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用两个不变 两个不会 再度重生两岸立场 蔡英文向对岸喊话 主张不对抗 不屈服 双十国庆这一年 正好也是两岸交流 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 两岸从敌对走向和平发展 为两岸关系写下了历史信念 关键就在双方可以 搁置政治争议 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珍惜三十年来 得来不易的成果 跟累积的善意 在既有的基础上 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 珍惜三十年的友谊 这句话其实是中国大陆 在二零一四年后 常常强调的话 蔡总统第一次接下这个话 要在两岸冷江局间 寻找交集 回顾蔡英文政府 自从去年520上台以来 所谓的久而共识 却始终得不到共识 两岸关系陷入停滞 蔡英文在借此向对岸 释出善意 我们是和平的爱好者 我们有意愿 也有能力 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 更有意义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会积极推动 新南向政策 跟周边国家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和连结 在中共即将召开 十九大的前夕 敏感时刻 蔡英文稳中求变 柔性喊话 避免给对岸 有大做文章的空间 欢迎新闻 纵目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